中國大陸不只照船艦很強 還有照飛機 這個軍機也是很強 也許速度很快 展現了中國製造的能力 尤其中國大陸很多領域是彎道或換道超車 譬如說來看到 殲20現在已經被說是五代機 非常非常當有強悍的角色 然後跟它可以搭配有誰呢 尤其是最近引發討論是這一個照片 也就是空軍版的殲31出來了 那代表說他們都是五代機 而且都有逆中的能力 所以兩個可以進行好好的搭配 變成是殲20最好的夥伴嗎 因為中國大陸不可能一下就生產 1000多架殲20 殲31跟殲20就是非常好的搭配 對 那我們講的都要有高低搭配 然後飛機跟飛機有快慢搭配 還有一個遠近搭配 要這樣搭配 美國的F-15就是空優戰機 它搭配F-16 F-15負責掌握空優 F-16負責對地戰場主角 或者是密接支援作戰 或者對海攻擊 就這樣子 那現在呢 美國的逆中第五代的話 這個F-22負責空優負責自空 然後F-35負責戰場打擊 當然F-35也可以負責自空 但是它可以做一個任務分工 是這樣子 那現在的殲20跟 殲31就是這樣 那殲20它重型的逆中戰機 它雙發動機 那雙發動機的話它是有壓翼 大家可以看出它前面是壓翼 壓翼的話會比較靈活 為什麼要放壓翼不放到後面呢 它放到壓翼呢 因為按照它的力距 空氣動力學來講 它的靈活度會比較高 那殲31就不是了 後面的水平尾 一樣後面水平尾 後面水平尾會怎麼樣 傳統 傳統的話它會比較穩定 它比較穩定 那前面有壓翼比較靈活 你要穩定還是要靈活都要選 所以它兩個等於是結艙不對 會結艙不對 你要比較穩定 那我是比較靈活 你要這樣子 那剛好就是搭配 那 互補啦 對 那殲31又比殲20稍微小一點 是 那這樣截面機看著小一點 那看一下你要 我認為到最後會有任務分配 我今天出什麼樣的任務 到底是戰場主角 密接支援作戰 還是空優 還是做這個空對空 你看它怎麼樣 那我們在選怎麼樣的飛機 是這樣還是來搭配 以色列突擊那個 那個 我們叫伊拉克的 對 那個巴比倫行動 就是我們所說到的 伊拉克巴格達的核子反應弩 是 就派了6架F-15 跟8架的F-16去炸 那6架的F-15就是 我們負責滯空 是 然後8架的負責攻擊去炸 他是這樣的任務 所以真正以任務性質來搭配 然後數量多搞 多寡要是這樣 對 那我們都知道 殲20絕對是滯空 有這個空優的很重要的 踹門的一個力氣 然後殲31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他也是 也可以充當炸彈卡車的這個角色 所以可以強強聯手 另外再來看到 為什麼說五代機很重要呢 因為韓國也推出 自己說叫做五代機 土耳其也有所謂的五代機 但是被說 你其實真的不是五代機 不管怎樣 他們也是推測個五代機 然後印度媒體 AF-1就特別提到了說 其實五代機其他國家也很想要 要的人太多 尤其中東國家 都是這樣子 那更別說 巴鐵巴基斯坦 這個軍方說 也希望 不只是獲得殲31 還希望引進全套的生產線 印度媒體真的很緊張 因為呢 巴鐵就是跟你對著幹的嘛 然後還說 未來5年內能夠獲得10到20架的殲31 為印度空軍帶來前所未有的雙線作戰的壓力 然後呢這個殲31它搭配的是窩扇13的發動機 是額制的這一個的替代品 一開始的時候巴鐵其實還不喜歡 然後後來的時候現在也接受了 估計到2030年之後呢 這個他們的蕭龍戰機也會慢慢的關閉 那接下來他們就希望能夠在本土生產殲31 不排除也有一些西方的一些設備可能會加上去 對 那將來如果是要在巴基斯坦設海外生產線的話 那個中國大陸在巴基斯坦 因為已經有蕭龍戰機的生產線 將來關掉之後 又順理成章轉為殲31的生產線 是這個樣子 巴基斯坦是中國大陸在唯一海外第一個 那現在第一個那叫順理成章就換殲31的生產線 升級 對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看土耳其 土耳其剛剛試飛完畢 這個TFX的 它的蕭龍戰機 它連外型呢 它只試飛 那是試飛不到半小時就回來落地 它連取落壓都沒有收起來 一直放在外面 因為怕收起來萬一放不下來怎麼辦 因為第一次 你進場都沒有進場 對 你從來沒有飛過 那這個會不會時速 你再坐一下時速讓飛機抖 要抖 差不多 我已經抓到它的時速速度 要做測試 這樣試飛 然後保持外型 我就知道我進場速度 進場速度是1.2到1.4倍的時速速度 落地速度是1.05到1.1 就是我最後這個落地 Touch的速度 是這個樣 它要去算 所以那天只做了 我跟你講 它就做了一個起飛跟時速 然後回來落地 是這樣 這是我們講到土耳其 韓國的KF-21也是要做逆中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韓國要做的跟土耳其要做的 發動機全部是買美國的 會被人家卡住 所以為什麼說 你剛才講到的那個受制儀 核心技術 核心技術就是發動機 是 它會做飛機 然後系統建通 組裝把這飛機動出來畫出來 重心還有空氣動力跟飛機的重心弄出來 空氣動力是中心 飛機是重心不一樣 它這個會產生一個氯鉅 那你知道造成飛機的 這個靈活度跟它的穩定度 是這個樣的焦點 這是空氣動力學 那現在我們有講到的 那它現在 它會做飛機會組裝 會組合系統建 但是心臟不行 心臟做不出來 所以外國受制儀 你要做多少架 要美國答應 因為那個發動機 不要做方式 別那麼簡單 能夠做得出發動機 但推力不夠你不可以 所以你投資了幾百億 但是做出了推力不夠 你是失敗的 是 所以那你就買吧 買是最安全 因為它的相關的參數 推力多少棒 推重比是多少 載油耗率是多少 很清楚的 那我們現在看它這個 這個巴基斯坦引進了殲31 要配備的渦傘13 不用俄羅斯的了 對 因為俄羅斯在這一方面 可能已經到達 我們知道被中國大陸超越了 就是渦傘15已經出來了 那你就慢慢被替代了 就不會再去買俄羅斯的發動機了 直接買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經過這樣子 它會越來越成熟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有外銷板 那外銷板的話 會造成 按照經濟報酬規模 成本會下降 那競爭力會變強 然後也是因為外銷 而是會讓中國大陸的 軍工生產的 越來越成熟 因為我都外銷了 我是不是這方面的話 就是更 更成熟 更流暢 更流暢 而且也會有一個升級版 就是我這個版本出去之後 這是A版 這是我們叫2.0又出來 3.0又出來 類似這個 因為飛機過去就一個 就有修正版 類似這個樣 對 殲-31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如果是航母用的是殲-35 殲-35其實有很多的後發的優勢 比如說它的雷達看的比例遠 我下面放的導彈 霹靂-15 射的比例遠 然後呢 它的這些材質 淡化架 這些 這些其實用在殲-31上面 這都有後發的優勢 對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相位針對雷達 大家都已經成熟了 只是 你要克服兩個件事情 第一個電力要夠 因為它吃電 它是電火 我想它電腦吃 第二個散熱要夠 你散熱不夠 雷達艙的溫度高 會造成它效率離合遞減 本來可以看200里的 現在只能看100公里 為什麼 因為太熱 效率馬上降低 所以你要克服這兩個 一個裡面的散熱 第二個 你電力夠不夠 你電力夠不夠 看你的發動機 發動機帶動是附件齒輪箱 附件齒輪箱 附件齒輪箱帶動發電機 它在裡面發電 那個電不是說 我地面上充電的 好像充電車 不是的 都是飛機那個渦輪在帶動 它的附件齒輪箱裡面的發電機 OK 對 通常一個發動機帶動 一到兩個發電機 是這個樣子的 一到兩個 如果是雙發動機 那一個就好了 那因為一個一個 我就有兩個發電機 如果是單發 翻發動機 一定是兩個發電機在發電 這樣飛機不然不夠用 因為整個飛機的 包含空調 防控 火控系統 雷達系統 不要忘了還有電站系統 都吃電的 是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個都是 這個飛機結構學 對 所以呢 中國大陸在這些領域上 從殲20現在已經看到 彎道超車了 到現在的殲35到殲31呢 對比你美國相關的類型的機器來講的話 飛機來講的話 的確是有後發或彎道超車的感覺 另外再來看到說 中國大陸造飛機 尤其是造無人機也是很強 光是我們民用的這個大疆 就已經吊打全世界了 那更別說是軍用的部分 中國大陸現在引發討論 央視野特別報導的是什麼呢 這一個 就是中國大陸雙尾鞋 這些無人轟炸機 叫無人轟炸機 那怎麼樣呢 就是兼 轟20的另外一個 另類的無人機板 它配備了三個發動機 最遠的航距來到8000公里 中國大陸無人轟炸機 已經先行問世 比轟20還要早問世 將軍怎麼看 它是長航程 因為飛了8000公里的話 可以飛到第三島鏈 換句話說做第二島鏈 你可以飛到第三島鏈 換算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會綽綽有餘 然後它是 因為它上面有 我們知道有掛彈的 那它這樣的話 被人偵查跟打擊一起 又針對你的任務 那它飛得夠遠 所以的話 除了超過全部的 戰鬥機的航程 你就算是 我們講的轟6 轟6也沒有到6 因為轟6只能飛到 5500公里 那它可以翻8000公里 而且它飛得高 你為什麼飛得高 因為它翅膀很大 身體就夠 你如果翅膀短了 身體會不夠 因為高空畢竟身體 身體比較大 因為它空氣稀薄 身體就會受影響 那它這個 換句話說 它是能夠飛得高 然後 又高又遠 飛得遠 然後另外一個 飛得久 它可以大概飛20個小時 20個小時 我看到是說 35個小時不返回的話 你說就要回去 那就是 那你要 你第一個 你掛彈量不能那麼 對啦 掛彈量 你要看你的掛彈量 而且你的 還要看你的高度 因為如果飛得越高 它的油量會越深 你看那個說明航機 為什麼飛那麼高 所以你要看它的 掛載 如果掛滿你要減一下 一般來講 如果會飛40個小時 我如果掛滿 我只能飛20 OK 那就不能了 那我上面全部clear 我只掛裡面那個 那個我們講的光電系統 或者是雷射撤距儀 或者是那個對空搜索 跟對海搜索雷達 只是偵察 那就可以了 因為我外面 外型是clear 我沒有重量 沒有空氣阻力 因為你掛這些 都會有空氣阻力 是這個樣 所以我們要看它的飛行時間 就要看外掛 掛載 對 所以我想要再問問將軍 為什麼他會被說 是轟20的無人機板 還有呢 他也被說是航母殺手 第一個來看到 他的機頭的部分 酷似金魚 就被說 那這個流線性很好 而且阻力也小一點 那三台的小型的這個發動機 最大的載重量是4.3噸 能夠攜帶16枚的航空導引炸彈 所以這是一個航母殺手 如果說你不考慮返回的話 35個小時可以飛 能夠攻擊到夏威夷 這是一個版本 就是執行地面攻擊的 就像轟20 第二個他也像運輸用的 然後他有一個艙門 能夠裝載一頓重的貨物 也能夠運送商員 因為它省油 它是渦輪螺旋槳 你講它是沖壓渦輪 但是它是帶動了螺旋槳 螺旋槳就是比較省油了 是這樣子 那個渦輪 現在已經沒有用往復式發動機了 除了是那個小型的 小型的我們講到那個輕航機 還有其他現在沒有都是渦輪的 然後它現在問題就是說 它的用途在哪裡 它可以載4公噸 4.3公噸 那這個航空導引 我們講的雷射導引彈 還有電視導引 這導引戰彈是有 有雷射導引還有電視導引 當然你的導引歸是導引 你定位又是一個衛星定位 還有雷射定位 你定位歸定位 導引歸導引 你可以這樣來看 那它有雙重嗎 我今天可以用雷射導引 我也可以用電視導引 那比如說美國的小牛飛彈 就是電視導引 你影像一出入 它按照影像一比對 這個影像就過去了 是這樣 然後另外它的特色叫做 載中 它那個掛載 掛載多可以掛16枚 16枚 它8個嘛 它8個掛載嘛 那8個掛載 然後一個掛2枚 2816 是這樣 那這樣的話 對海上的目標 它這個不要去打航母 它打的是海上的 中小型的軍艦 那這樣供16個目標就好了 是 光是航母旁邊的護衛艦 就是綽綽有餘 所以它也就是 這個航母殺手 航母旁邊的護衛艦的殺手 所以將軍怎麼看 因為這個雙尾蟹 它造價又不貴 來看到 它這個美國愛國者 一枚大概400萬美元 足以可以買10架雙尾蟹 那它單價不會太貴 那更別說沙特也好愛 沙特在之前行展的時候 買了17億美元的 300架的雙尾蟹無人機 還回去有生產線等等 另外為什麼沙特也想要呢 因為它有個王牌的飛彈 叫做TS-20的隱身巡航飛彈 這款飛彈外型長這個樣子 它可以分散電磁波的氣動設計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沙特潛在敵人 當然是以色列了 以色列的防空網之外 來發射的話 它鐵窮系統根本沒有辦法辨別 所以只能坐等被炸 另外再來看到 為什麼說可以打擊海上目標呢 因為其實美國也有 AGM-150隱身的巡航飛彈 也有類似的 但是雙尾蟹可以放的 就是TS-20這種隱身巡航飛彈 它可以去打美國航母周遭的這些 所以也被叫做新型的航母殺手 對 新型航母殺手 一定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 我這個是高超音速 而且重磅 重磅 900公斤或是一公噸那個炸彈 那下去不得了 那整個航母被炸到裡面 在裡面穿透裡面爆炸 900公斤一公噸 我們知道250磅 125公斤就不得了了 如果你是900公斤 跟125公斤比起來 是它6倍 炸到航母是不得了 是一個重磅 對 重磅 那另外一個寶核攻擊 很多很多 這是寶核攻擊 這屬於寶核攻擊 因為它逆中 它逆通巡航飛彈 我也不要快 因為你發現我到最後了才發現 因為我逆中 我逆中巡航 那你當然發現 逆中巡航到最後沒有辦法 我到最後面那個 你到最近就看到了 但是你寶核攻擊沒有 寶核攻擊太多了 我剛剛講的百合攻擊 因為為什麼 它一次全部都一起出動 你講過用50架雙尾鞋 我怎麼對付你 這是機群 就跟我們講到的 在2023年10月7號的 哈馬斯把以色列的鐵胸系統 我就是拿火箭彈 把你消耗掉 就寶核攻擊 便宜的彈打你 全部盪掉 全部打完 全部盪掉 那我已經沒有了 但是火箭跑一過來 那對不起我已經沒有火 我已經沒有鐵胸 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派50架 我們算一下 50架 一架是不是掛16個彈 那天啊 那你是不是800個 我就這樣 我800個就 這個水 你的進破 是 是懶得到沒說 但是太多了 太多了 就變成我到時候 彈盡言絕了 會這個狀況 那剩下的就攻擊 所以我講過一個是重磅 重磅要高超運速 第二個 你這個是慢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講的逆中 逆中到最後 雖然會被發現 但是也是局部發現 太來不及了 然後你變成 從前後左右 對它做攻擊 那會造成航母 應接不暇 那甚至它的 那個 我們講到進破防疫 有當機了 因為太多有當機 所以那我今天 我的 我的雙尾鞋是便宜 便宜 對那我雙尾鞋便宜 那我又以量取勝 螞蟻雄兵 蜂群戰術 那一架 航空母艦 畢竟它太高價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 不堪攻擊 就是我們叫 就crush了 是 所以我們看 侏羅紀公園 常常看到什麼 迅猛龍能夠把暴龍給打垮 因為它太多隻了 你這風群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你再強大呢 風群你真的會受到影響 那更別說 用這個雙尾鞋 對你美國 還真的最近有用到 來看到日本防衛省 最近有說 6月4號 發現了一架的 TB001 也就是雙尾鞋 無人轟炸機 從東海飛越的宮古海峽 到了西太平洋 就這個路線 然後呢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當然是對準你美國來了 駐日美國的這個 雷根號航母 就一直在這個附近 西太平洋這個附近 那如果說呢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的話 這個航母就一定會動 因此呢 這雙尾鞋插打一體 我可以去看你 這個航母的一個狀態 另外呢 真的必要的時候 也可以演練雙尾鞋群擊 對 那雙尾鞋它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它廉價 第二個 第二個 因為雙尾鞋它成熟 成熟了 你成熟 你成熟才能外銷 你不成熟你沒有辦法外銷 你根本沒有成熟 你還在驗證 還在初級作戰戰備階段 那我還要看你狀況呢 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它 第一個它已經成熟了 第二個 它是 這個可靠度跟價格都夠了 性價比很好 對我們叫CP值高了 CP值高了 那這樣子 我認為不是光經常穿越公國海峽 你穿越巴士海峽這樣出來 因為它是成熟的 有外銷版 然後自己在那邊常態性的訓練 那這樣的話會造成 美國在第一島鏈這一方面 它會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無人機畢竟它是廉價的 你將來的話 是不是以下市對上市 你會這樣 我們講一個愛國者飛彈 就是一億台幣 你四百萬美金就是一億台幣 你要不要去換 你打一個 你掉一個 就是這樣 那你要不要去換 那換價格打仗 也是成本效益改革 你不要人家給你消耗掉 你就消耗掉 就沒有了 你愛國者馬上用光了 結果以色列鐵穹 以色列鐵穹用光了 為什麼 它去打火箭彈 要不要去攔 你不攔不行 不攔它打到你鐵穹 你鐵穹爆銷 那你要去攔 那你換價格的時候 你就被消耗掉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控 這次請下期見 請下期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